本人的意見 看你是要再連續跟我們訂購12期的產品 變成我們本期的新客戶 還是你要取消這個12期的分期業務這樣子 蛤?再說一次 王先生是聽不到我講話還是怎麼樣 欸沒有剛剛沒有聽是什麼 就是你不是有跟我們訂購那個單元相機包嗎? 對不對? 嘿嘿嘿 你產品有拿到錢我們有收到是沒有問題嗎? 但是因為當初那個出貨單的時候有用錯 用到我們批發商在做使用的12期分期單子 那因為我們是依照單據在路上的 那這個12期分期單子 本身從向金融單位那邊申請在幫我們做代扣的 那因為現在收到金融單位那邊做整合 那金融單位也是誤以為你是我們的批發商客戶 他們也是依照單據在做扣款 所以你只要本身有以你大名身份證字號 有在任何金融單位有開立過亂戶的話 那你如果還要連續訂購的話 它會再次審核讓你名下 其中一家金融帳戶 每個月給你扣掉2975 連續扣12個月 扣款給我們公司 我們每個月配送總等的商品過去給你 讓你變成我們的批發商客戶這樣子 那你如果目前是沒有要連續訂購要做取消的話 那公司這邊就是馬上幫你出事澄清證明 證明說你不是我們的批發商客戶 在協助你來做取消這樣子 這樣子王先生有沒有都有聽懂這個意思了 對 好 那王先生目前這邊是有沒有要再連續訂購12期的產品 呃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目前是沒有要再連續訂購的是不是 嗯 好 那如果目前沒有要連續訂購的話 那我們公司這邊就馬上幫你出事澄清證明 證明說你不是我們的批發商客戶 那協助你來做取消 好 那王先生你這邊好目前不用做任何動作 你這邊只要先聽我解釋清楚這個取消程序就可以 好 因為這個12期分期單子 是我們向金融單位那邊申請在幫我們開扣的 那因為現在資料都送到他們那邊做審核了 好 所以現在要做取消的話 必須要我們買賣方方都有同意 然後委託你名下的金融單位來幫你做取消 那王先生你看要指定委託你名下哪一家金融單位幫你做取消都可以 那我這邊會幫你把資料跟繳款證明 產生過去給他們24小時的客戶車員 那他有受理之後他會再撥電話跟你本人做確認 那到時候再麻煩你跟他做一下說明 說你不是我們的批發商客戶 但是我們這邊出貨單的時候把你用錯 好 那請他幫你取消你名下的朋友去分期業務這樣子 好 王先生就是我們就是幫你出事澄清證明 傳證到你名下你指定的金融單位24小時客戶專員那邊去 他有受理之後他會撥電話跟你本人做確認 那再麻煩你跟他做一下說明 這樣子才是所謂買賣雙方做的同意 他才會受理來幫你做取消 好這樣子可以嗎 嗯 好那王先生你這邊跟我講一下 你要指定委託你名下哪一家金融單位來幫你做取消 你跟我講他的商業名稱就可以 例如說你要委託B銀行還是電話銀行還是郵局 這樣子就可以 嗯 我想一下 趙鋒 就是以大名身份證之後 有在任何金融單位有開過戶的 你都可以用來指定做取消 這樣子 嗯 台灣銀行 好 王先生你到底要委託哪一家 台灣銀行 委託台灣銀行是不是 嗯 好那待會我這邊幫你把資料跟賈款證明 傳到台灣銀行24小時客戶專員那邊去 好那這邊麻煩王先生 你幫我看一下那個台灣銀行的24小時客戶電話 在他們提款卡片背面都有 我現在手邊沒有卡片 那你現在身上有沒有任何一家金融單位的提款卡片 可以幫我看客服專線的 委託你身上有的這一家來幫你做取消 這樣子 目前手邊沒有都沒有 你現在人沒有在家裡嗎還是 嗯 那你大概多久會看到 真的不一定 嗯 那這樣子如果沒有辦法做處理的話 那我也沒辦法幫你 好 那到時候如果有扣到款項這個損失 你要事情承擔 好 我們是只能配送商品 好 你很無聊這麼愛聽喔 呵呵 好 那就是 好